我们不只要知道神奇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应该掌握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 你好 我是民族行动党火箭报中文主编蓝中华 已经在收听六年台 六年台 六年台 我是佳玛 我是佳玛 好 今天我们谈谈反弹 反弹 反弹大片一般都在香港比较受欢迎 反弹公所 但是呢 最近 最近有一个人 他对反弹的决心是大呢 还是小呢 最近有一些实例吧 包括周永康 中国的应该他是前 政治局常委 对 前政治局常委 政法局 政法委员会书记 书记 然后他也是国家的第三把手或第四把手了 其实前几天在中国的时候呢 就看到新闻的报道 中国的当地的新闻中央CCTV的新闻报道 包括周永康的处置的一些条款 还有一些信息 我当时就感觉到很震惊 因为之前看周永康被查处的这些事情呢 都是在其他的报章可以看到 应该是在境外的这些媒体上比较容易看到 在中国官方CCTV很难是看到这样的新闻的 但是前几年就看到这样的新闻中 是坦坦荡荡的把他报道出来了 证明现在这个习近平对于中国的这个反贪的形势还是下定决心的 又或者是他下定决心要梗固势力呢 感觉上同时是在进行一箭双雕的事情 一箭双雕 那个在那个叫跑到加拿大的那个叫做什么名字 我也忘了 那个一个大滩在福建省的啊 你不要忘了华远那个时候 在福建省那个大滩也刚好是习近平在福建担任这个省委书记的那个那个时代啊 和在厦门当过市委书记的那个时代啊 也是也是在这个呃 这个赖昌赖昌 我突然想起来的华远的那个老总赖昌 那后来在加拿大待了十多年 最后是引渡回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啊 啊这样子的一系列的腐败的所牵涉的人呢 呃呃有很多呃 包括了这个各省市自治区或者是这个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啊 都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呃 这个落马的这个领导人啊 被双规了或者是被控上法庭了啊 也有的是被打入大大狱了 对薄熙来当时也是相当的震惊啊 对也相当的这个震惊啊 呃呃呃 除了这些呃在这个领导岗位上的呃呃 什么干部之外啊 高高级干部之外 当然我们也看到许多是公司的老板 呃我们也看到一些是国企的 呃国企的老板 呃也也看到一些那个呃 媒体的 媒体的这些工作者 媒体人也有被打入大牢的 也有被调查的啊 你看今天我们就有一则报道是吧 也是说湖南的政协前副主席被被求五年 因为什么事呢 就是因为2012年底召开衡阳市人大会议的时候呢 在选举当中有56人贿赂手段当选 其中有518名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受贿 涉及金额达到1亿1000万人员人民币啊 就是一个衡阳市就涉及到这么大的一个贪污事件 和呃可以想象到其中国的其他省市的贪污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贪污的现象呢在中国是非常的普遍啊 过去呃呃 朱镕基那个年代反贪的时候啊 他也曾经留下过一个名言 呃一段名言就是说我准备好了100幅棺材 这个99幅给的贪官 这衣服呢是留给自己 这意思就是说我宁肯殉职啊 我也要打贪 但是呢事实上呢 呃经过朱镕基和那个温家宝 呃不经过朱镕基呃江泽民那个年代啊 并没有真正弱势能够打到多少贪 到了温家宝和胡锦涛的这个年代呢 呃也喊打贪也曾经喊过打贪 但是呢非但没有打到贪 而且还爆出好多温家宝和他的太太啊 这涉嫌涉及到一些经济经济事务当中的一些家族的资产啊 等等的这些丑闻 所以呃就给人们一个印象呢 就是中共要打贪 那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这一次这个在在中国是引起了一个怎么样的反响呢 就是很多人啊都在评论说 哎这一次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呃动真格的了 真的是要打老虎 而且打了一个大老虎 小苍蝇也要打 我记得之前前几天在在中国的时候 然后遇到一些趣闻 这些趣闻就是一个媒体 一个媒体的科长跟他和他儿子为他儿子举办婚礼 以往的在科长为儿子举办婚礼 他不是不限桌的 有70桌80桌或上百桌的都可以 但是现在就有限定了 如果你为儿子举办婚礼的话 限定30桌是为上限的 如果你再想举办更多桌的话 就邀请更多人的话 必须上向纪检委去申请 如果纪检委申请你可以达到70桌 那是可以的 如果不达不不可以的话 你只能摆30桌 还有另外的一个小小细节哈 如果一开一一般的给呃给这个科长的儿子去去送一些红包嘛 这些红包呢 以往呢都是在红包上写上多少钱多少钱 但是现在变了 就给你给你一个红给你一个包包 然后让你把你的现金装在这个包包里 直接装在篮子里就行了 不用写多少钱 到回回到家之后 自己再打开这个包包查多少钱 嗯 所以说现在就在基层 我只是说在基层上这个小苍蝇这些人呢 也是很就极极可危 大家都好像是很呃 身边有很多危险 需要各个方面都需要注意 因为现在的形势啊 各个方面确实看到 一似乎感觉看到中央或习近平他的决心是在那的了 呃 但是在中国的情况呢 我我觉得有几个难处啊 几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呢 这种贪污呃 行贿受贿或者是给红包啊 之类的这些呃 都形成了一种文化啊 这种文化是深入到这个社会最底层的 从最上面一直到社会最底层的 那么你你要人们在一夜之间改变这种文化啊 他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呢 可能会产生呃 产生呃一些的 不只是冲撞就是他的这个运作机器呢 就可能卡在那边就动不了了 是啊 那这就会会造成人民生活的这个上面的一些不变啊 我举个例子啊 呃 咱们生病是在在在这个医院要动个手术什么的啊 呃 在中国你要动个手术 你要给这个组织医生啊 红包的 嗯 那你你要不给组织医生红包呢 那怎么样 那你手术排期还是遥遥无期的一件事呢 啊 啊 对你比如说我我要开刀知道你要开刀 我也知道你要开刀 他喊了半年还没开刀 他为什么呢 我们每天有多少个人呢 你看看这个你要排队 慢慢排去吧 嗯啊 自己其实自己的亲身体验啊 本身本身爸爸要动手术嘛 呃 然后给组织医生从北京请来的组织医生 是一万的红包 呃 给其他的副手是一千 然后给麻醉师是五百 这是这是内部的一些 就是不成文的规矩 不成文的规矩 这个不是正式的收费 对 其中组织医生的测 呃 在当地医院的这个组织医生就劝告 劝告我的妈妈 你最好给这个麻醉师 最好 如果其他的不给都可以 但是你最好给麻醉师 因为麻醉师他用药是不等的 如果你不给这个钱的话 也许他给你开的一个麻醉药 到上千三四五三四五千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把这个红包给他了 他也许就给你开几百块钱的这个麻醉药就可以了 嗯 所以如果是你给这个红包钱 反而会为你省下三十三四千的费用 嗯 那这个东西就很很很揪心了 如果你不给 我在这组织医生你不给他那个一万块 是 呃 人命关天呢 呃 不不不不不只是人命关天 他不一定要多你的命 是 那你本来你的刀口就一寸的 他给你拉一尺的 他也是 他给你拉一尺那么长 那你你你 其他事情还可以妥协 但是到了身体这件事情 你你你很难你就放软了 这个这个麻醉丝就本来要全麻的 他给你半麻 嗯 让你痛苦一点 是啊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东西你说你要立马就拒绝这个事情了 但这个是不是也回归到说那个本身医护人员整个的风气道德风气 对 这不只是医护人员 因为他可能 他整个社会 对 因为可能他们本身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行业的风气给改掉的话 你看在中国他他影响什么样子的层面啊 比如说呃我不允许公款请客了 是啊如果不不能够公款请客的话呢 那好多的那个那个酒店呢 哦特别五星级酒店 那酒店的餐厅就大跌了 大跌了 有一些酒店就干脆就直接关门了 然后呢 他们就会移到哪里去呢 移到私人会所 是啊 就不在公开的地方了 就是反正那个地方也不挂牌子 也没有招牌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少数的人知道那个地方 就移到那个地方去了 现在移到那个地方也不行 那个地方他也也照样的 还有这种奖励 就是谁偷拍到这些照片的话 还有奖励 而这照片他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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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偷拍不到什么东西 他上菜是这样子上的 他是每次都是四菜一汤 是 就是你一看你一拍啊 四菜一个汤没什么 然后他下一轮呢 他把它拿走 还放上去四菜一汤 你永远拍的都是四菜一汤 怎么说是永远是四菜一汤 第四次第另外一次来 四菜就变成八菜了 没有 那一次你拍不到啊 那个拿走了 你怎么拍得到呢 你就同时在桌子上是不是 同时在桌子上只有四菜一汤 OK 就搬走了 所以你每次拍 你只能都拍到他四菜一汤 但看他出来菜色不同了 菜色不同 你菜色不同 他还可以换位置 咱们这样子做 四菜一汤 咱们现在是这么做的 下个四菜一汤 换位置 换位置还可以换衣服 很多漏洞可以走啊 好 现在我们现场有我们的零线嘉宾 是李尚信先生 他也是一位评论人 也是我们的之前的应该是 应该是前辈 李先生你好 好 早 你好 听到了吗 可以 可以吗 声音可以吗 声音 我可以 是 好 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可以 好 好 近期 今天我们到台湾的课题 也就是习近平反贪的决心 也知道你对中国的一些时事 也比较了解 那么你这么现在就习近平这次反贪 他 他的这个 他真的有这么大的决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吗 哦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信心 因为这一届 当领导可能经历也不一样 你们可以手头有这个资料的话 可以查一下 他们都有这个上传下伤的这种对境 都是解放战国以后 他们才出生的人 对吗 嗯 你看看 那个习近平 53年的 陈基 不平人 李克强 53年的 他们这个都是 实际上是从草根 虽然有习近平是有种 在中央北京生长 但是他有这种 长期在下边生活的这种经历 李克强是很放弃出来的 嗯 因为这一届 你看最近这个从18届 这个中央委员会上任以后啊 他们这个到现在时间是一年多 要两年的时间 嗯 啊 之内已经有30多个户籍或者 户户籍的官员被拉下马了 这个是在 嗯 中国以来从来没有做 嗯 等等 您说您说 最近您知道 有个最大的就是 对周永康的事情 嗯 大家都关注到了 还有一个在后面 是吧 周永康是管政法委的 政区常委 嗯 嗯 其实在中国是现在 非常高级别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 嗯 嗯 能够把它拿下来 这就说明这些 怎样的东西 是非常大 您最近你们有注意到吗 从这个习近平的 最近的一个 奉与局会议上 回顾原来的这个 我们周永基总理的 一句话就说 我也准备好了 就像 一百口棺材 九十九口呢 是给这个参观的 嗯 最后一口是留给我的 这个实际上 已经是说了一个 很向外宣布了一个 很大的决心 嗯 三点 一个是不设限 就是不设时间的限制 嗯 这属于是常态的 嗯 因为以后不限官位 高低 嗯 原来是行不上代仇 后来现在 普遍的民间说法 就是行不上常委 嗯 现在把常委 拿下了 而且是管政法委 管生死大权的 嗯 因为政法委 这个中央中华委 这个常委 是权力非常大的 他们公安部啊 嗯 这些好多的 这些职能部门 嗯 是杀的这些 职能部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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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个中国的 贪污现象啊 是比较 严重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 什么概念 到底有 有些什么样子的贪污 就是说 说什么 就多少亿啊 多少亿啊 我们觉得 怎么一个概念 怎么会 这么多亿 怎么怎么贪的呢 这能不能给我们 一些概念 嗯 这个我也不敢讲的 说是这么啥 只是能说 从我自己的经历 或者一个角度 嗯 能说一个 粗浅的看法 不知道 这场的 是血断 嗯 嗯 你现在 实际上这个 这个广泛 这个广泛的来说 实际上就是说 嗯 打破了一种 就是说 垄断和不公平 你知道吗 这个广泛好像 它本来在石油部呆过了 嗯 然后很长时间的 从这个油田 一直干到 石油部 对吧 嗯 这个所以它下面 培植了很多这种 石油 你知道能源 哪个人都要用 或者国家战略储备 都需要能源 那你这个 如果是石油 整个 所有的工程 或者是 都垄断在 个人的 它心境手里边 对吧 你别人没有机会 得到任何的 这个什么的呀 比如一个施工 OK 我们可能定交啊 对吧 但是你有很强的技术实力 也有很好的交体 但是你得不到嘛 嗯 这个 这个好多贪污 实际上是不公平啊 就是说 很多资源 被它们 垄断了 比如我们 选择简单的例子 中国现在 很多的大企业 他们交的 税收是很少的 但是他们 得到的国家的利益 是非常多的 因为银行 就像给他们开的一样 嗯 对吧 他们随便可以拿到 很多的 你你可能是 刚毕业 也想发展 也想创业 但是你 你没有 对不对 我家里 比我很平群 你至少 有个小的资本 也有什么 但是你这个款 拿不到 你贷不到 资源不公平啊 这些反贪 是涉及到 很多问题的 涉及到很多 社会的 不同的问题的 嗯 如果一个 改革开放呢 把所有的这种资源 环境全部 老百姓贡献出去了 嗯 但是得到的 你医疗啊 什么东西 教育啊 嗯 住房啊 都还得不到 房价高的 都住不起 嗯 从城市要逃到 农村去啊 嗯 你说这个 你这个改革开放呢 我是谁来别了 嗯 那那那在中国 就是 哪一些行业啊 这才是 贪污 比较严重的地方啊 包括 是否军队 也也有 这个贪污的现象 对 你说对了 说因为军队啊 原来是 除了这些 这次习近平 这个更大的 这个一个量点 反弹 实际上就是 他亲自抓 这个整个军队的 这种反弹 嗯 最近可能 你们大家知道消息了吧 这个 有两件事情啊 一个到年底之前 对吧 所有的军队的 这些 高级干部 就是将军以上 多占的这些 所有的楼房 嗯 就是原来我们说的 就是干修所呀 不管他以什么名义 一干二干三干 修所这样子 不断的建 他就是说 不是没有房子 就更好的 他就拿一套 嗯 啊 一直在这样拿 自己都数不清 有多少 这样 所以这些房子要 整个要退出来 嗯 这是一个 对军队的 很大的一个什么 就是从你 占 所有的这种房子 包括车辆 起码 嗯 一切都要从 清口车 换出走 惨车 嗯 或者是多按 比如说户部级以上 才可以有这种装备 嗯 你临时用车 你临时申请 嗯 都是从根本上 解决 决结的 从制度上 慢慢来 副决 嗯 还有件利好消息 就是我对老百姓来说 应如果大家注意 到了 到9月30日 通常要求 所有这些 服务员 要求这些 机场 嗯 糟铁 这些会给您 再相比像 改成像老百姓一样 你能不能靠近话筒一下 靠近话筒 你靠近话筒一下 有一些声音模糊 我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小 你靠近话筒一些就好了 可以 我这里大声一点 可以 所以这些都是利好消息 因为拿去灾后 实际上就是 挺如是在军队里面 游戏灾后 已经是到了过 中央军委副主席 它也是非常高的 级别 知道吗 下面它的那个清静 大家都看到那个谁了 是那个 下面你知道的是那个 古静山吧 对吧 对 他也是在军队出来的 他做过这个 后勤部的副部长 管制林广建设的 他在上海 如果把很多的 军队的管理的这个地区 他卖掉了 20多个亿 他交给国家只有两三个亿 十几个亿 他就不是去 所以这个 如果原来历史上是 很少动用军队 就会给大家一个新民族 不设限 也不设立任何的那个部门 对 这样直接 就是 反而有权 可以高于 窃查你这些 所有的部门 只要有个老板 就要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整合人心的消息 老百姓应该为这些 老百姓 基本上对习近平 这一次的反贪 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是持了 就是怀疑的态度 还是 原来是 对 原来是观望 就是大家说 他可能只是做一个表面现象 因为军官上任 我要给大家一个姿态 实际上这次是属于是常态性 下一步实际上就从这种 制度上来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 我都是因为是制度上不够行 没有原来规定 一个什么样子 现在不见了单位的时间 但是现在 基本上生成了高压态势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 老百姓理解就说 它是非常策略 一不像是文革时候 整个是形成一种运动 让人人惊慌 对吗 就是整个好像是正寻完 大家不能去工作 这个不是 你照常工作 但是你只要落到手里 顶峰 你无必举一简单例子 大家关注到那个什么 最近的广州社会书记了吗 广州社会书记 万庆良 非常有财在华的一个 对吗 对 他为什么落马了呢 最近 实际上他最近 有限度很好的 也没发现他有太多的 他原来确实 跟记忆这些开发商 有一堆这些 有问题 但是最主要问题 他是顶峰 做了 顶峰是什么意思 就是三宁五升 不让他进这些 官司的 这些楼堂会所 就是高级会所 很隐秘的地方 他照样 常态 他还是这样去 几乎 几乎是 所有的饭局 都在那里 所以 你这不往下拿他 对不对 所以最近把他拿下了吗 这就是他顶峰 那那五升 通常你应该是明白的 你这么高级别的 干不了 对不对 再加上胡中华 这以后是 下一届的这种 习近平 如果不出意外 也有可能是 习近平接班人的 对吧 你在这个 在广东 这样去做 顶着中央的 很多东西来啥 这要拿你的 对不对 胡中华也被拿下了吗 没有 胡中华 是管的 现在广东省委书记吗 你在他的眼皮底下 因为他是证据委员嘛 对对 对对 三零五升在会上说 你作为广东省的常委 你是知道的 对不对 中央的要求 你应该是这么明白的 对吧 你顶峰做 肯定要 在三零五升 还跟你调 调了好多次 你查你 你没什么问题吗 是吧 那么 而且 你讲 你讲 那么你认为 现在就这样的一个 反弹的局势 他是一个大力反弹 但是他在制度上 有没有做出改变 对 这个是下一步 就要开始制度上 因为你现在 首先要把这种反弹的 这种的势头 给他压住他 你知道吗 现在如果不压住 你下面的好多改革 你是没法进行的 因为拿下这些人 才能给这种改革 创造这种平坦的道路 因为有好的这种 有开发性的 有这种廉政的干部来上来 他要站着很高的位置 每天看他已经形成 这种团体性的东西了 对吗 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 你家族式 或者是集团式 你像那个 比如从历书方 一大帮都提 干部都 把你们都提起来 在各个重要的岗位上 把着呢 对不对 你这资源 当然你没有你发展的 这种空间呢 你再有本事 你上不了位啊 你管不到这个位置去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为这些 因为他这个现在 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他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 现在降了 从十几降到现在 七左右了呢 因为他该 确实也该到了调整期了 比如个人的税收问题 这种资源 比如私有资本 能不能进入金融市场 或者是通讯 能源 铁路 交通 这都是你自己的公民的啊 对不对 这肯定不能长期 被这些大的企业来垄断这嘛 他们 比如说很多的那个 像最近拿的华盅子 这个送银 对吧 他掌握几千个月 那个他是五百强的 里面的 还很钱的 但是他安復太厉害了 他自己的生活非常多 在香港的那些 他的那个高级的办公区 他有自己的酒票 嗯 他每次喝的酒 基本上都是万 少得上万块 多得几十万 嗯 一万 你知道啊 这是非常腐败的 这样怎样去做事 嗯 是不是 这些不 不把这些秩序打乱 你重新 你就不后悔一个东西 不能重建一个东西 嗯 嗯 是啊 你你刚才 你刚才所提到 就是说中国已经在 呃 所有的机场啊 取消那些贵宾 后继时代 对对对对 呃 这在他这个动作啊 呃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而且他会在呃 民间造成一种 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这个这个特别简单 因为从这个 因为那个习近平多次在 这个不同的场子 说过这种话 嗯 就说你要想好 又想做官 又想发财 是不可能的 嗯 这就告诉你什么意思了 就像说 OK 像有些欧美做的比较好的 嗯 你可能说已经很有钱了 想把自己才华 才华呀 奉献出来 为老百姓做事 嗯 那你就来从政了 你不能说是又从政 又又弄钱 对不对 嗯 现在这种打贪腐 出现一个好现象 什么 我昨天晚上在查这个 嗯 很多的公务员 原来的时候 就考公务员的 一千个考一个 现在这个 几乎降了一半多 什么意思呢 嗯 因为很多的这种 公务员不好当了 嗯 因为关键的东西 你不敢贪了 你对不对 额外的输入灰色的 不懂什么了 马上要进行这种 资产的登记了 嗯 啊 对他给两年的时间 你刚才在这个 呃 服务员这个 有一个会议上讲过 嗯 这个要两年的时间 不见 要实行这个制度 嗯 现在先摸 嗯 你先给我报一个出来 你有多少次 固定的说 那么这样 这样子做法 会不会让这些公务员 或者这些官的 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反正是嫁降了呢 本来就是 你是工徒来的 你不应该高高在上的 对不对 你做头整汤 已经是 比如说 狠那个什么啦 优待啦 你不可能说 一路从 二路都是为你让着 实际上这个 那个习近平的李克强 他们一开始上来 都已经 你们如果是 因为媒体应该观察的 很那个什么 在这个 在这个 开那个 这一次上任的时候 开记者招待会上 你们不知道 注意李克强的记者招待会 嗯 和原来的完全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所有的 物质都非常简单 嗯 就一个牌子 放两瓶罐子水 嗯 上面有两瓶鲜花 这已经告诉你 就是我 从我自身做起 对吗 嗯 不能搞出张 浪费招摇 就是说 我们要 简简单单的 做事 啊 不是说是 你现在 像那个 习近平 第一次到深圳去 我当时也在深圳 那个梁岸山公园 旁边住嘛 嗯 那个 根本不知道他到的 不知道他来的 因为 没有封路嘛 嗯 也没有大张旗鼓的 平常 如果是 一个国家 这么高的 约领导人 那整个这条路 提前几个小时 就要戒严了 是 不能够再通行了 那三五一八五五一超 现在不是这样的 出来以后 整个是 你都不知道的 所以 一下子到你的身边了 啊 这感觉跟我们 华人的排 传统观念 有点不一样 感觉我们的 很注重排场 来显示一个人的地位 像你刚才说的 像这些人士 那会不会 这样子做吧 最后会让人觉得说 哎 好像 中国的经济是起飞 但怎么做事情 感觉就让人觉得 好像寒酸了 以我们华人的 这个观念的话 会不会有 这样的现象吗 喂 喂 啊 是 会有这样子的印象吗 就是就说 我们总觉得说 华人很注重排场 但像你刚才说的 现在他来了 也没有封路啊 也没有什么样的 这样子做法 会不会让人觉得说 中国 感觉经济起飞了 应该会是 更大的排场 结果反而 他走的是 另外一个路线 会不会让人觉得 有点寒酸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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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 原来断线了 是吧 好像是我们的电话 给一些问题 我们再次连线一下 再连线一下 不过刚才他说的 是 很有趣的一些现象 跟过去做的一些改变 是 从领导人开始 这是在中国来讲 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讲了 就是反摊 从朱镕基那个年代 就开始要搞反摊 然后搞到这个朱镕基 江泽民 到了这个胡锦涛 跟那个温家宝 也说要反摊 但是都没有什么一个 最最终的这个结果 但是到了习近平 这一次的反摊呢 就感觉上是 动作比较大 动作比较大 让人有点幸福 而且呢 就是有实际的 那个情形发生 比如说把这个薄熙来 就干下了 把这个朱镕康给落网了 那么在这个省部级以上的 这个官员 大概有好几百人 都已经落网了 那省一级 县一级的呢 就有上千人 几千人都已经落网了 而且还在不同的这个层面呢 就继续就追踪 比如说在军队里面 也听出了很多富豪逃走 有一些富豪要逃 而且他还在追 有的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 你如果查到你的话 他还要继续去追溯你 之前所做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样子一来呢 就是在逐渐逐渐的呢 在社会上引起一个 一种这样子的氛围 那这个氛围呢 就是这个社会呢 要开始要打贪 你要是有这个贪污的这种概念 或者你要贪污的这种想法的话呢 你可能会就成为下一个被打击的这个对象 而且这个也会不会成为一种 人民之间的一种意识 自己本身也会谨慎 然后对身边的人也会有这样举动 我觉得现在 能够培养出来吗 我现在还 你说的对 现在正在是一个培养的过程 人以前一路来习惯于一种贪污的环境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在我们接人代物的时候 都有一些贪污的这种成分 或者行贿或者受贿啊 等等的这种成分 我举一个小例子吧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到外面去走 我们需要交通工具 我们需要开车 开车可能就会遇到违反交通规则 这样的情况 好像马来西亚我们都知道 给一些锅逼钱啊什么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过去在中国呢 也是同样的 我以前在中国开车的时候 我也同样的 那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 怎么办呢 也要找熟人 通过我认识了这个 交通大队的这个队长啊 什么的 然后给熟人打几通电话 然后再给点钱 就把你的那个执照再给拿回来 那你不做这个事怎么办呢 你这事就卡住了 你这个知道你就拿不回来了 你这个就是你违反交通规则 所要付出的大价 但是这个代价呢 以其说是教育了你 但是却肥了那个这个执法人员 是 但是打他确实像你刚才说的 是要很大的决心 我们如果有看那种香港电影啊 看ICAC什么的 刚刚开始就整个香港的贪污风气 是非常严重的 那当初就要设立了这个ICAC就是这个廉政公署嘛 当时确实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因为涉及贪污的人太多了 而且是都是职位很高的 所以变成说是两方面的一个权力斗争 角力 而且这些廉政公署本身也收到很多的威胁 他们也很怕 因为他们要抓这些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对 所以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有了习近平最高领导者 有这样子的一个口令 这是这是这是同样的 我所讲到的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周永康他本身是这个政法委的主任 他政法委书记啊 政法委书记呢 是管什么呢 管公安局就是警察部队 管国安部就是安全部队 管什么呢 管那个武警 还管那个法院 还管检察院 就是整个政法的这个机构 就是他来管的 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啊 从我们这个三权分立的民主角度来看 这也是不正常的状况 而且呢他又本身就是政治局的常委 从周永康这开始啊 这个政法委书记已经不准进入政治局常委了 就不能再高到这个程度了 因为你这是最高的程度了 就是整个管理国家的最高的这个层次了 领导层的主力 然后你还有掌握的这些资源 然后是政法的资源 动用这些资源 你来搞贪污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如鱼得水了 对 所以这个就已经他做出了一些的改变 那么问题是这么多年来 他已经就是 刚才我们也听到那个李先生 他跟我们谈到了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了 是 贪污的一个群体 整组人都一起 整组人都是一起 谁也偷不了关系 对 你像周永康他一组人 这个部长 那个部长 那个副部长 然后那个厅长 然后是什么 他到处都有一组这样子的人 是 都他 替他维护着 你攻不进他的这个这个圈圈 是 但是习近平现在就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些人 然后面对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不能战胜这些人 不能去 去打 打破这个堡堆 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你可能会被他们干掉 你不 可能 周永康 周永康本身就已经设计 就已经设计要暗杀习近平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的 你之前说 这一百幅棺材 自己留一幅 这个这个话 虽然就是当时这个发明人是朱镕基 但是 但是呢 有他道理 就是说他有他自身的这种 这种危险性 而且在贪污的这些人里面 还有很多人可能是他的亲朋好友 大义灭亲 他必须要坐得下手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这种考验 那做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来 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疑问 那这个疑问呢 就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威权的社会 是一个威权的统治 那威权统治下可不可以反弹 威权统治下的反弹是不是正义的 是不是这个能够被接受的这个反弹 而且威权政治下的反弹的意义 对我们的折射是什么 那我们就说 如果威权政治下的反弹是成功的 就好像新加坡那样 新加坡现在也是威权政治 但是新加坡的威权 成功反弹成功 这说明如果新加坡成功的话 那中国未必是一个不成 不能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一个国家 他也可能会是成功 但这样子给我们提出来 另外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可能我们也要威权是更好 我们请马哈迪回来吧 然后马哈迪来领导反弹 但是这个也要看出威权 其实威权它会有它的好处 但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领导层 如果这个领导层是非常贪污的 对他就没办法 那就整个就是贪污了 对他就利用它的威权去执行贪污 但是如果你选得好这个领导人 这个领导层是不贪污的 而且他用威权的方式就是来反弹 那是不是这种威权反弹的方式 效率就更高呢 这都是我们的疑问 你肯定 我肯定 是因为我觉得说像刚才说 威权是非常有效率的 因为你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 一来一回辩论的什么 但是危险性就在那 如果说这个领导人做错决定 或者这个领导人他有私心 他不是像刚才说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可能想贪污的人 那就完蛋了 所以在这些方面 反弹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一个 非常值得讨论和关注的一个课题 他也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跟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想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一个反弹委员会 或者贪污局 相对在中国 可能有没有类似机构 我不是十分确定 估计好像是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机构 但是他们的权利 跟我们的权利来比是怎么样 我们未来应该做一个对比 现在我们又重新联系一下 又重新联系一下 联系 刚才 对不起 刚才断线 是 不好意思 我们再继续讨论 这个中国的反弹的状况 我们知道这个 在中国人民的生活里面 就是大大小小的 我们不要说像到中康 那个薄熙兰 这样子高端的人物 那么一般普通老百姓 有的时候也难免 会在生活中间 遇到一些贪污的状况 或者是行贿受贿的状况 比如说到医院看病 动手术 或者是说要取得一份工作 要成为一个公务员 等等这些要 以前都是有价的 或者是在这个市里面的 一个公务员 要十来万块钱 县里面至少七八万块钱 那这样子的问题 想到学校里 对 学生想 转校了 等等 学生想得到一个很好的座位 就贿赂一些老师 老师就把你调到前座去了 类似的这些问题 似乎好像贪污不处不在 对 你说这个贪污 对这些层面 会不会造成一些 一些改变 或者是影响 那肯定会改变 比这解放初期改善的 简直不知道多少倍了 但是这个人心非常的 这种贪得无厌 比如说现在都是论议了 你知道吗 那个刘青山和张子善 当时你知道吗 那才几万块钱 对不对 就掉了脑袋了 你现在都是贪多少的 几千万 所以你说这个 发展这么多 几三十多年的 这种改革开放 会被这些贪官 整个把这个 所有的东西 帐送进去 就是把共产党 你用鲜血 多少先列 比如打出来 这个江山 是吧 你千年的封建历史 封建了以后 你会毁掉这个手里的 这个不是说是 他有选择性的 这些政府 也没有别的选择 一定要 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才能有一个 更好的发展 否则的话 这个就像历史形作 不进得退的 很多的人是待不下去的 有公益的人 觉得看着 这是无七八糟的东西 有一句哲人 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实际上一个 一个比如说 政权或者一个社会的溃败 跟那个什么 这个文化呀 修养呀 比如说 没有直接的关系 跟不公有关 就是不公平有关系 所以这个贪腐 直接影响到这个 整个社会的不公平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 不能够 比如说 你很有才 但是你不能够上位了 不能够去体现你的才华 因为他不是按 那个公平竞争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形成巨大的 这种贪腐集团呢 他们就是不仅仅说 从这个啥政治 一直到经济 他们垄断这个企业 垄断行业 比如我能源紧张 那我把所有的煤矿 我就用我的人 想办法从国家手里 我有权利嘛 拿这个下边有权利 交换嘛 对不对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社会成本是极高的 你知道吗 那你不仅 你现在比如说 拿到这个标 你要建路 你要花这个钱 但是你要背后下面 又要给巨大的一笔钱来 是不是 那你这个 你这个桥能建的好吗 这也不好的 因为你想赚到钱嘛 商人一定要赚到钱 那你要节约成本 节约成本怎么办 对这个贪污的钱 又不能算到成本的 那你怎么办 只能投工减量 虚报这些 好多的原材料 比如说用水泥 要一百毫的水泥 一千毫的 你将它八百毫 那你很多的工程会 根本就怕会坍塌的 用不了那么多年的 那李建人 你认为 就是除了这个官员的贪污以外 还有一些 企业方面的贪污以外 你看就我们私人上 就私下里的生活上 好像似乎也避免不了 贪污的这个事情 你认为这个根源来源于哪 它是来源于文化呢 还是来源于制度 哦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 制度上是占 占比较大的这种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同样的人类 有做的好的地方嘛 你知道香港原来的 判斧非常严重的 尤其是他的警察 警察部队啊 后来经过这种 连政公署成立以后 他们也是总结了很多经验 去查考 同样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 对不对 一脉相承出来的人 那文化相似 很多是相似的嘛 对吧 为什么完全不一样的呢 对不对 还是一个 好像这个选择制度上 是占很大的 因为人没有约束 比如说我们今天早晨 出发了驾车 整个所有的红绿灯都没有 让自己自由行走 这个路绝对走不了 对不对 能看到这种状况吗 是吧 不形成一种制度或畏惧 大家都不会出道主的走 对不对 所以全世界才能有这种 清红灯 大家都能认同这种 对不对 一等我们就走 红统要停下来 对不对 这有要有的规矩 尤其是这么大一个 发展中的这种 它这个经济体 就在真正现在在世界上 据出轻松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从制度 从这个教育 一直到选人 它要做一个整个系统工程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现在已经初见成效 因为 情绪巨大的高压 在世 很多人他们摊了以后 也是非常紧张 前两天我查到一个资料来着 就是这些 具备完全统计 还是保守的统计 整个看官从中国 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运往国外 会往国外的这种钱 八千多个亿 你看它多大的比例 这将近我们前几年的 整个一个 整个中国税收的总和来的 非常大 非常大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是 是 你刚才也说 现在的贪污也出现成效 但是 如果说 可以设想一下 具体把这种反贪 放在制度上 它应该怎样去制度化呢 或者各行各业 你包括 现在从各行 现在从党内 从政府 比如是党的这种 要求 因为大部分这些人 都是八千万 其中之一 就是说 这些当官 首先你是党员 你得从党的组织上 这个要有严格的 这种制度 对不对 比如财产登记制度 这种 你的收入民事制度 对吗 包括选拔干部的 这种制度 就是像 好多人可以建计 好多会员制的 就像比如说 我们建一个高尔夫俱乐会所 或者是叫高度俱乐部的会所 好多那个 比如说 英国的那些 就是在马来西亚 也有好多会所 不是说 你有钱就可以进去 对吗 你有人推荐你 比如两个人推荐你 举荐你 你还要公事来 一年贴出去 这个人有没有 闯登 不交税收 比如 好像信用卡没还 那还是比如 受罚单很多了 包括这小细节 你要被举报了 OK 你就不能再入会了 这个也一样 比如说 有我们选择一个 副经纪干部 那你又可以 整个民事的 就你在 在你的小区 或者在你的整个的 那个 你工作过的地方 只要有人举报 你有一些什么 哪个工程 有贪腐了 或者是你 以那个 以 以那个 私人名义 对不对 你又把你利用 你的职权了 你这就 你就不能再提拔了 不然的话 你看那个 古俊山 连终 他在多大的年龄 他有什么背景 是不是 可是您刚才提到了 说就是有人举报 但是可能举报 这件事情 是需要大家有这个 对于反弹的意识 像我们如果说生活中 遇到一些 但我们不会去举报 我们只会私底下讨论 所以这个 这就是说 这次实际上 这次实际上 这习近平还有一个讲话 不知道你们注意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起来关心 这个国家的这种 比如说这个反弹的这种 这种一个 我们叫做 他的一个 行高潮啊 行事啊 是吧 就是说 这个举措啊 每个人都应该 就是你不能老观望 是不是啊 大家要参与其中 人们说老子说 政治不关我 我做生意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 就是这种一种 就是你好像是 自我逍遥了 我生活在世外桃源 不可能的事情吗 这边出台一个受罪政策 比如说遗产税 都每次都关心到你的 那就是好多事 政治经济 是不能分开的 对吗 比如明年四月份 这块马来西亚 要交这个 这个消费税了 你能逃过吗 这都是政治的 角色出来的吗 是不是 我们逃不过的吗 对吧 比如我们换护照 可能涨过一千块了 这也都要设计你的吗 对吗 都是跟我们 齐齐相关的 所以每个人要这种 实际上 关注就是支持来的 老百姓 如果见死 就那儿有一个人 我故意把脸弄住了 这就非常可怕了 这就已经 这个民族麻木了 说人人都行动起来 是关注这个话题了 都关心国家的 甚至关心某一件事情的 这就是大家关注度 这就是支持度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老百姓 也要支持政府的这种举措 现在有这么好的结果 一拍一个头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形态 我觉得去关心这个事情 对 其实刚才就产生 刚才通过您所说的 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如果是一开始反摊的 这个对象 从党内开始反摊 那这个党内 刚才你也说的是财产公报制度 包括党员的财产公报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 能不能实施下去 还是现在出现多头 我觉得我个人看法 是完全有具体 完全有具体 因为拿军队这么大 拿军队这么艰难 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个已经多少年的 他团体形成了 利益集团 你说那个已经很惊人了 那个最近判那个刘汉 刘维集团 就是他们 他儿子的那个在四川 那个很运气联系的 周兵联系的那个 那不是有四百多个亿呀 那照样不是也拿下了吗 对不对 也是判的 判的好像应该是死期吧 对呀 那这么艰难 都拿下来的那些 这些公布 这些只是个事件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 非常有信心 我是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那另外一方面 就说的刚才 所提到的公民教育了 公民教育这方面就是 大家可以有这种心态 或有这种意愿 去出来反贪的这种心 你认为如果 怎样去培养公民的 这种反贪意识 或者是说公民的 这种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度 这个因为华人好多 这个就是也改变这个 也需要一点教育和这个时间了 因为在美国居住的 很多的华人区啊 那个一些后 就他们总统候选人 都不去做宣传的 他们意思说 去了也没有用 他们也不关注 这个可能 也不知道是一种文化呀 还是一种传统呀 就是说这个不关我直接的事情 我也不想参与 实际上是你是根本不能够逃脱这个之外的 约束的 每一个下来一个 哪一个国家的政策条例 都是要跟你密切的关系的 对吧 你也是其中一个公民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就是说 从自己做起就是说 那我们尽量去按制度来做事情 对吧 按制度来做事情 按规矩来办事情 比如这个灯 我们不应该躺 那就是尽量停下来 能说到了我们走 再走 一步一步的 当然你这个首先的应该是 当然它首先应该是成国的 就是它党内制度上 因为这个共产党执政嘛 它的核心部门 觉得它的很多的权力 都是在他们这个 自身的这个党员的手里嘛 高干 高级干部的手里 对吧 所以一定要从他们的做起 那是 那是对的 对吧 还有一个 把他们自身做好了 对 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您看在 刚才也说 在医院的这种 也是 也是有时候 医生也是很 也是贪的 然后跟病患的关系 也是不太好 那么病患也会 掏一些红包 给主治医师 那主治医师会 好好的对待你 这一类似的现象 那你认为 如果是在 只是我们关注医院 这一个团体来说 这一个区域来说 怎样才能拒绝 这种现象的出现 或怎样的制度 才能拒绝 这种医生 接受红包的现象 因为 这样我这个 我也 我我也 当时我也住过医院 但是我 我也是确实 我的同学在医院里边 当个核心部门 当时 我也没给什么钱 也动手术 但是 听说了很多 这个实际上 也是体制内的事情 因为各大医院 中国是私有医院 非常极少极少 这个比例非常少 我现在 应该是在这边 十多年了 可能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 私营医院 除了公公外边 这个合资的 可能会有 但是 自己私办的 这种医院 尤其是三甲的 这么高级别 都是很少很少 所以这还是 体制内的问题 就是这个医院院长 是 党委派来的 从哪里 哪里掉了 一个院长 比如它是听底 在语 不是 比如 一个体制 创作起来 这也要引入 这种机制 但是这个医院 因为很特殊 人民观点 需要监管 要非常有什么 如果你 你这个整个 这个人员 是 不是 这种靠 拉关系过来的 它非常静泽 是吧 自身的 这素质又比较好 是吧 也有这种 清明的心 那 又很敬业 又很多专业 那你这个医院 应该是管理的 很好 当然你这个东西 是从不买官 卖官来的 你想你这个医院 这个外公邪气 一定会很多的 这个跟贪腐 是非常密切联系的 而且但是 比如进药别一样 那你是竞争 哪低来进买呀 还是哪高买买呀 对不对 那药品 就有很多的制度上的 所以这个路很常 认重到有 但是在这个贪污 贪污的圈子里面 如果你不贪污的话 可能也会受到 这个圈子的排挤 或者甚至陷阱 这就形成一个 非常不好的热心循环 就是说我们九个人都贪 你一个人 比如说不贪 那你是想举报我们 还是怎样 那我们想办法 就把你排挤 或者把你干掉 都有可能 那这也就说你 哎呀 跟群众关系不好 或者我们就知道 说这个人真的不行 我们都说你的 这个什么话 所以这个风气 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解决 这个很多的贪腐问题 整个你的 这个会很乱 整个道德 是被交通 整个混乱 所以一定要去理清楚 当然需要时间了 需要时间了 现在他们已经贪腐的人 已经形成了一种的自责了 很多人都自觉了断了 最近有个校感的 任大常委主任 就在当天 要调查的当天 他已经听到风声了 他最后没去开会 他自己从十一楼跳下去 自觉了断了 所以看来中国的这个反贪 他不仅仅是在打 抓几个大老虎的问题 而且他最重要 最关心的还是 整个中国体制的概念 这些形成 就是实际时代 开放多少年 几十年 你让他一天之间 打下一个江山来 或者改变一个什么 这也不现实 但是毕竟这些中央领导 已经看清这个问题了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动作 来去做这个事情 从自身做起 是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 老百姓应该 方胡雀跃 应该是我们民族的姓氏 我们应该高兴 对他们唱战歌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期待着 有关在这些方面 包括在中国上的一个制度上 各个部门 包括贪污的这个体制上的 制度上的改革 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看到 这些改变在将来 一定会出现一个晴朗的天 不过现在北京是阴阴的天 不是晴朗的天 好 黎明天的天 好 谢谢李先生今天用我们的分享 我们改天再 感谢你 感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祝你的节目更好 谢谢 谢谢你的祝福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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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刚才听到了很多 就是李先生的分享 在中国的情况 当然也有一定的 像我们谈的一些难度了 包括民众本身 包括圈子本身 如果你不谈 可能你会被受一些压力 甚至被对付 所以这个还是很需要 一段时间 当然你已经提到了 一个体制上面 或者制度上面的一个限制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了 嗯 我今天也是谈了很多 也不过 不过在 其实归根结底 现在我们看的 好像表面上呢 好像似乎力度是很大 但是就跟结底 如果讨论 结得太深了 扎得太深了 如果看到问题的本质 其实还没有改变 那个制度上的东西 还是没有改变 嗯 也希望能够 我们刚才也是期望的 这种改变的现象的出现在中国 对 好 好 今天就到这儿 明天再给大家约会了 拜拜 拜拜 拜拜